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别 忍着点 坚持住啊 少少爷 谢谢 快 扶他到后面 包扎去 来 快 给我打 军医 军医 快 你走开 来 不能行 干什么 凌云 人家帮你生命危险来救你 哥 我没事 有那么多伤害比我重的兄弟 你去挂他们去 我没事 我还能挡 凌云 夏大夫 队长喊你回司令部 说有要紧的事 我知道了 你必须包扎 快 快包扎 我没事 目前 半个城区 已经被日本人给控制了 东门 也聚集了很多日本兵 那里 也快被攻陷了 好在咱们派出去的部队 把蛤蟆屯给夺了回来 这样 咱们随时可以难撤了 旅长 咱们什么时候开始撤退 优优独播剧场—— banks talkin、厨о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快说呀 啥任务 别问那么多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领袖 你爹下了死命令 你要是不走的话 就是拖也要把你拖到上海去 相宾李 你不是人 带小姐走 干嘛 造反哪 鬼子来了 快跑啊 鬼子来了 小姐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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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快跑 李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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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灵箫 快跑 赶紧找 赶紧把小姐找到把她带走 少宗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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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长佛 您怎么在这儿 少宗家可找到您了 之前到司令部找您 威兵拦着不让进 太太让你赶快回上海 家里出大事了 我家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周林霄 爸 爸 你简直是胡闹 你在这儿陪着干什么 等着让日本人抓 让日本人杀吗 我从七岁的时候 妈就没了 你从小到大 从来没有打过我 我不想等到这个时候了 再没了个爸 今天你要么就打死我 反正我是不会走的 你 敢爹 凌霄这也是舍不得你吗 大疼了吧 都是爸爸不好 可是 爸爸这是为你好啊 爸 爸 都是爸爸不好 爸爸不好 报告 爸 什么事啊 旅长 小义来了 说要见你 什么 他还敢来见我 说过了 没带枪 锁过了 没带枪 好 老师 记得 刚跟小野先生相识的时候 您是南满铁路的商务代表 没想到啊 摇身一变变成军人了 是 记得 有些事情 我们都心知肚明 就不要再纠缠了 我这次来 也不是和你翻那些旧账的 况且 我不是一个军年的身份 也不代表 关东君儿来 那小野先生 今天是以什么身份 本来和我相见呢 你的朋友 谁在这儿假仁假义 你作为一个日本间谍 潜伏在我身边一年多 你搜集了多少情报 还带着你的部队 杀进我的房区 残害我的老百姓 杀害我的兄弟 这就是你今天说的朋友吗 干爹 跟这种人 费什么兔摩星子 围枪打死他得了 好啊 杀了我可以 杀了我可以 但是杀我之前 是不是应该让我把话说完 你们中国人不是有句话吗 人之将死 齐言也善 你到底想说什么 九里长 我希望 你带着你的部队 我可以加入我们关灯军 做梦 你想让我们投降 我先送你下去 慢 让他把话说完 九里长 现在的开元城 已经是一个空城了 你们守着它 还有什么意义 都会让我加入 我先让你打开 我们去把话说完 我先开 你 难道 就会让你 我再把话说完 你们 有什么意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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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伯伯 我们来看您了 好好好 别站着呀 赶紧坐 坐坐坐 坐下 义兄 谢谢义兄 好好好 姑娘 你不是在日本留学吗 怎么回来了 我已经毕业了 向伯伯 最近中日爆发战争 所以我回来了 夏先生 好久不见 是啊 你的病 没什么大碍吧 我的病倒没什么 就是这心里好多事啊 比病还麻烦呢 你的身体是最重要的 其他的事可以先放一放 我倒是想放一放 想什么都不管 可是不行啊 你们仁义大药房的事情 我也听说了 我还听说日本商会出面 提出要帮助你们仁义大药房 我很奇怪 您为什么不接受这个提议 他们哪是帮助啊 他们是变相地要收购我们仁义大药房 对于这样的提议 我是坚决不会答应的 可据我所知 日本商会这边只是想收购些股份 整个仁义大药房 仁义大药房 还是你们上家的 仁义大药房 还能给你们带来充裕的资计 尚先生 您为什么不考虑一下呢 义兄啊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对于这样的提议 我是坚决不会考虑的 你看看你 有话好好说嘛 人义兄就是跟你聊天 别着急啊 义兄 这事非要今天谈吗 你看相伯伯都病成这个样子了 就别说了 好吗 对不起 没关系 义兄啊 你跟我们宾里啊 是多年的朋友了 再说了 你这个日本人还不错 所以说呢 我们家呢 一直拿你当客人 但是以后 你要是再提出这样的要求 可别怪我不客气啊 对不起 我失礼了 您 手抬起来 抬上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别动 谁敢动 咱们就同归于尽 杨茜 告诉你 你在干什么 你答应我投权的 你怎么言而无信 跟你们这帮日本人讲信用 你们讲信用吗 今天我就跟你们上一课 什么叫做兵不业障 三宝 是 把他们所有人的武器给我下啊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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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敢动就同归于尽 别动 一兄啊 我们家老爷呢 就这臭脾气 当兵的时候养下的 你可千万别介意啊 没关系 也是我确实有失礼的地方 阿姨 兵里还没有消息吗 刚才在屋里我怕向伯伯担心 就一直忍着没敢问 他一定会没事的 我看了一下今天的报纸 说是开元城已经被日本人给占了 旅长周坤率部下全部投降 这个周坤不是向伯伯的兄弟吗 怎么也做汉奸了 这件事情 我也不清楚 我现在啊 就一心盼着我们家兵里 没什么事儿 我就谢天谢地了 真不知道这些日本人 什么时候才能够善罢甘休啊 对不起 你看看我 我真没有针对你的意思 英雄 你在关东军就没有朋友吗 帮忙也打探一下兵里的下落呀 那我试试看 实在不行 我到时候亲自去东北一趟 找兵里吧 东北那么乱 我看你还是别去了 我是日本人 去东北应该没什么危险 何况 我跟兵里是朋友 他出了事情 那我理应去看看 那就太谢谢你了 你看 你跟侵略我们的那些日本人 还真是不一样 你给我讲了 这个我应该做的 何况 我十二岁的时候 就跟着父母来中国 我对这个国家 是有感情的 那我告辞了 不远送 走 走了 那我们也走了 再见 再见 哲克 我们现在已经是你的俘虏了 你已经得逞了 怎么处置都是 但是 我有一个要求 我希望你 能给我们一个人道的待遇 你也知道人道待遇 你们关东军有人道待遇吗 如果我周坤落到你们关东军的手里 你会给我一个人道的待遇吗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没这么大了 你记住 来 恭祝大日本关东军顺利拿下东北 方先生 这期我们大日本帝国 能够如此顺利地占领东北地区 实在是我们所有人都不曾想到的 眼下东北的事情已经高一段落 接下来就该上海了 上海 你们在上海要有什么大动作吗 真是没有 我说的是相家 相亲兄那个老顽故 宁可变卖自己的家产 也不愿意接受我们的条件 实在是有骨气就很 不急 我倒想看看这相亲松 有多少家产可以变卖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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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太 都来了 太太 东家的病怎么样了 正在慢慢恢复呢 还得谢谢你们这个公投 一直惦记着老爷 大家都是仁义大药房的老宫人了 有什么话不妨直说 太太 有些话 我们今天说也是无奈之举 还希望你不要放在心上 有什么话直说就好 这东家病了 药厂呢 现在暂时没什么事做 我还听说东家为了还债 已经变卖了田产和一些产业 这再有三天就发工钱了 我们都想知道我们的工钱 是不是 是啊 是啊 跪上亏欠你们的工钱吗 兵礼 你回来了 让我看看 玲嬌 回来就好 我来吧 回来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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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伙这是干什么呀 你们好像都是我们相家的老人了 摸着良心想想 这么多年了 我们相家欠过你们一分钱工钱吗 我倒是听我居身的钱工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是不管外面有什么风言风语 你们也不该相信我 我今天回来了 我向大伙保证 该发的钱我一个子 都不会傻的 都会发到你们的手上 行吗 行行行 那回吧 老爷老爷 你看谁回来了 爹 你有什么事 哪里 你不再亢 我不要过来 来看 我sung不开 走 有什么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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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扶住啊 停住啊 来 慢点停点了 大家到那边休息 这边 好 放到这儿 小心 谢谢 小姐 喝点水吧 您一天都没喝水了 累了吧 快喝点水 渴死我了 想啥呢 快喝呀 兵里哥走了有一个礼拜了吧 差不多 有一个星期了吧 怎么了 谁有指线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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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 快 谁有指线药 快呀 指线药 快炮集中 快飩 快到来 快收炊 我看了前两天的报纸了 报上说你二叔他们诈祥 离开了凯元 顺道还打死了几个日本军官 现在应该是安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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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我就说嘛 二叔就不是个凡人 只是我没想到啊 我这刚走 就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 孩子 苦了你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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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药茶的管事都来了 好 雲璃 扶我起来 不 爹 都是号上的老人 让他们进来吧 您就这么坐着 不行不行 扶我起来 走 老爷 老爷好 都来了 老爷 想必各位都知道了吧 我们相家最近啊 遇到了种种困难 有困难不怕 是吧 谁家做生意能一帆风顺啊 对不对 对对对 是 各位都是跟着我相清松 打江山的老人了 只是因为我的身体 已经不能跟着各位 并肩作战了 所以 我今天宣布 从此以后生意上的大小事情 由我儿子相宾礼来打理 生意上的事情 我从此不再过问 爹 谢谢各位 我 拜托各位了 老爷都好住了 大家回吧 拜托 请 爹 我怎么行啊 我还没学会做生意呢 我说你行你就行 不行也得顶上 我这个身子 已经不能再打理生意了 你是我们相家唯一的男人 难道你希望让你姨娘抛头露面吗 快 快 小心 这一仗 保安旅的器杰是保住了 但是我们的损失也太惨重了 上皇过半 爹 我们的止血药已经用完了 而且不光是止血药 其他的药我们也基本都用完了 我们的战士们没有拼死在沙场上 却因为我们的药物紧缺疼死病死 这对他们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凌霄说得没错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缺少药材 再过一阵子 别说打鬼子了 到时候连枪都提不起来 咱们当务之急 就是一定要弄一批药啊 可是现在全东北的药品 全都给日本人控制了 咱们想搞到药的话实在太困难了 而且就算是咱们从关内搞到药的话 咱也没办法运进来啊 出关那几条路 肯定也被日本人给控制了呀 咱们可以走水路啊 现在日本人兵力不足 没法控制整个海面 如果咱们能弄到药的话 可以从水路弄进来 这个办法好 可是我们去哪儿啊 你马上准备一下 去一趟上海 是 目前我们账面上 能够提取的线钱 刚刚给我发工人的工资 这工资一旦发了 药厂那边就维持不下去了 少爷 这是掌单 你过目 是 乾杯 有什么啊 我的自己 我的自己 有什么大线 这句就算是 有什么大线 都在某个县 这里 多门 你怎么还可以 他们也在我们这儿 订了两千盒活血环玉丹 但是 还没有开工呢 不行啊 绝对不能停工 之前那磁家药房的货 已经违约了 如果再违约的话 那我们仁义药房的金子招牌 可就砸了 我看这样 咱们能先发工钱 我再想办法筹几几千千 挺过这两个月 我相信我们相家 一定能翻身的 今天下午 我给几家银行打了电话 他们好像听到了什么传闻 都不愿意借钱给咱们 爹 您向方伯伯去借钱啊 你先去忙吧 殡侣 你记住 王后生意上 这种大小的事情 都不要去找方氏园 爹 您怎么这么说呀 方氏园跟日本人走得很近 我怀疑他在背后 看着 我希望我更加杀了 你会让我终于 我再来 你认识 你把我来 我来 你去的 我来 那就是 我来 你去的 我来 你去的 我来 我来 你去的 我来 你去的 你去的 我来 我老是不认识的 我老是得 我老是在你 今晚你 好了 你 lobby 罗 第一 水 小 你都得去啊 你们有的地方 服务是哪里的 吃饭也不吃饭 对不起 现在也来不及了 去 我们来吧 义兄 这 来了 来 义兄 你从小就练柔术 我知道你们家也是日本武士出身 真没想到你这么多人 忍这几个酒鬼 你看 现在这个时代 烂日 武士都过去了 大家都是为了生活所迫 开餐馆就是这样 经常遇到这样的罪悍 你说 没事都跟他们吵架 这个生意还做不错 请慢用 也是 来来来 为你安冷无恙回到上海 干一杯 干杯 谢谢 义兄啊 在东北这些日子 上海菜我还真没怎么想 还真就是想你这些日本料理 请慢用 好 谁 可是人虽回来了 我心却留在了东北啊 留在东北 怎么了 怎么了 在那里碰到了喜欢的女人 今晚知道这件事吗 你想哪儿去了 根本就不是这样 你知道吗 我这次在东北我上了战场 亲身经历了很多 我是跟东北军在一起 跟日本军人战斗的 虽然这有短短的几天 但是我这次是见证了 战争的残酷和血型了 对不起啊 义兄 你别介意啊 我可不直说你 不过 你们日本军人 这对我们 中国的东北太不公平了 这就是侵略行为 这种行为 真可以说禽兽不如 我想说的是 不是所有的日本人 都是残酷的 我知道 我在中国生活了十几年 当然 日本是我的祖国 中国也算是我的祖国 我对两个国家都很有感情 所以 如果我能选择 我一点都不希望 两个国家发生战斗 义兄 你能这么想 我真是太欣慰了 来 我敬你一杯 没白交你这个朋友 来 义兄 其实我今天找你来 是有事相求的 哦 什么事啊 怎么了 你说吧 我 我想跟你借点 你一杯 我今天是个人 都会怎么回来 我呢 也没关系 我今天就会 我刚刚才 都会说 我还没关系 你 我还没关系 我还没关系 我没关系 我还没关系 我还没关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 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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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制日货 抵制日货 救王图存 救王图存 抵制日货 抵制日货 救王图存 救王图存 抵制日货 抵制日货 救王图存 救王图存 抵制日货 抵制日货 大家都误会了 我只是个饭馆老板 对啊 同胞们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这只是个日本的平民 开饭店的 你们抵制日货 你们砸人家饭店干吗呀 日本人侵略我们东北 我们要报复 日本人都不是好东西 抵制日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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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胞们 我理解大伙的心情 我也是中国人 一雄先生是个日本平民 他只是在我们这儿 开个饭店而已 你砸人家店干吗呀 我泱泱中华的文明大国 你们 这太无理了 你是谁 为什么帮日本人说话 你帮日本人说话 就是汉奸 卖国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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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国贼 你们说谁汉奸卖国贼啊 日本人正在打我们东北 你们谁去过东北 我去过 日本人攻打我们的开源城的时候 我不但守了仇 我还打死过几个日本兵呢 你们谁去过 喊口号 抗日 你们去参军呢 在这儿杂人家日本平民的殿 算什么本事啊 警察来了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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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秉立 今天谢谢你 你不刚说过了吗 我们俩七年的友谊 这算什么呀 应该呢 自从关东军占领东北之后 这些天一直都有反日游行 还要抵制我们日本商铺的行为 义兄 这样对你来说太不安全了 要不然这样 你先到我家多多 咱把店关了吧 不用了 他们闹吧 闹几天 露西消了也就算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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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